在之前全红禅结束世锦赛的比赛之后 就没什么声音了 因为他隔离之后 估计立马投入到了训练中 毕竟之前世锦赛暴露出了不少隐患 他肯定会在私下进行弥补 这也是为什么全红禅 一直都没有消息的原因 而在今天 全红禅的动态获得了更新 根据IP显示 他已经出现在了北京 同时在社交网站上 全红禅还晒出了自己的自拍 当然这个自拍是滤镜过的 而且头明显变大了 并且就标题来看 全红禅特别表示 稀稀沙雕日常 很明显 他认为自己这张照片就是沙雕 当然这也是全红禅的正常情况 毕竟全红禅搞笑女和可爱妹 特别是搞笑女 这是全红禅特别强调的 毕竟不管是赛后 赛前还是训练中 全红禅都是对内的氛围担当 而且对内每个人都非常喜欢 但这就是备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方面 不过全红禅之所以出现在北京 还是因为与央视一起 然后传授健身课 根据今天央视在社交网站上特别表示 从8月2日到8月8日 将有多位运动员现身 进行健身示范教学 而全红禅就是其中一个 据央视新闻报道 全红禅在冠军司教课中现身 教大家如何健身 全红禅在镜头前说道 今天的冠军司教课 就让我带大家收紧核心 紧致腰腹 帮助你减少脂肪 收获马甲线 此次 全红禅一共教大家9个健身动作 几乎一气呵成 丝毫不喘气 而且 全红禅的大腿肌肉抢劲 肌肉线条非常明显 不愧是奥运冠军 小小年纪就拥有了完美身材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杠ro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